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一集 出租车上睡着 追风为您接单 一辆蓝色的出租车 安稳地停在了高大奢华的摩天大厦下面 这里是B市最繁华的地带 而这座万豪国际的大厦 更是成了B市的坐标 这是一座简欧式设计的大楼 水晶灯闪烁的万豪国际的指标 散发着庄严的气质 精美的线条和裱花 看起来都活灵活现的 沐浴在灯光下 像是一座金碧辉黄的宫殿 夏末刚接了一单追风的活 客人要在这里上车 你好 我是追风司机 我的车是蓝色的车牌A2219 我现在已经在万豪大厦楼下了 您可以下来了 夏末微微一笑 温柔清脆的声音像是银铃般悦耳 好 低沉磁性的嗓音声音冷烈如鬼魅 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气 夏末顿时浑身冷得一颤 这声音冷得都快要把人给冻住了 她忍不住求助似的看了下副驾驶座上的小糯米 可惜她睡着了 小糯米是她的女儿 五岁了 长得白白胖胖的十分可爱 她苹果般的小脸蛋粉嫩粉嫩的 微卷的刘海下又细又长的眉毛像月牙一样 樱桃般的小嘴巴微微地扬着 夏末看着她不仅扬起了唇角 心里暖暖的 看到她这个软萌可爱的宝贝女儿啊 什么辛苦都会烟消云散 夏末把小糯米的毯子往上拉了拉 俯身温柔地在小家伙的额头上 轻轻吻了一下 她把接单的提示音关小 打开收音机 放班德瑞的音乐 她和小糯米都喜欢这样的简单干净的音乐 优雅动听 优美绵长的新音乐 让小糯米睡得特别的安心 没一会儿 大厦的门口走出一个身材阴挺笔直的男人 他静直地往他的车走过来 他穿着深色的西装 线长的影子在灯光下 被拉得更加的修长阴挺 他步伐矫健 像一束光滑过来 夏末连忙下车 公身给他开了车门 男人越靠近 那俊美绝伦的脸 就越加地清洗 他的五官仿佛被匠心雕刻般 立体吐着股冷静高贵 宽阔的额头 鼻挺的鼻梁 曲线风明的飞色波春紧敏着 清冷深邃的黑眸 宛如黑夜里的鹰 散发着冷力敏锐的光芒 整个人散发出一种 微震天下的王者之气 夏末 真的是被惊艳到了 他开出租车 遇到的人也不算少 但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俊朗非凡的男人 哦 不 夏末想 应该是整个城都找不到几个比他有魅力的男人 开车 沐寒雨帅得惨绝人寰的俊脸毫无表情 声音雌性冷冽 带着无可反驳的霸气 像是开了最冷的空调 冷空气瞬间蔓延开来 感觉人都要冻着了 好的 夏末扯雷扯唇角 望了望天 怎么突然天就变冷了 摇了摇头熟练的上车启动车子 驾轻就熟的开了起来 沐寒雨一上车就看到了副驾驶睡着的小女孩 她苹果般的小脸粉嫩粉嫩的 精致挺翘的小鼻子 她的睫毛浓密鲜长 宛如羊娃娃一般 车上放的班德瑞的梦之血 应该是为这个小女孩放的 美妙的钢琴音让人听了心情很是舒畅 出租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 没有什么感觉 像是坐在豪华小轿车上 舒适沉稳 一点也不像是出租车 沐寒雨眉梢一省一条 哼 这车技还不错 她扫了一下驾驶位置上的夏末 俐落的短发 修长白净的手握着方向盘 很是娴熟 这是沐寒雨第一次打出租车 她急着去RK 但是司机来接她的路上 车出故障了 先生 是去RK酒吧 对吧 夏末几倍一阵寒凉 她感觉到有一束寒光扫向自己 嗯 她的声音低沉 犹如琴弦 磁性又动听 这声音 真好听 让人听着耳朵都快怀孕的感觉 夏末忍不住用余光 瞄了一眼前视镜 镜子里面的男人 慵懒地靠在座椅上 微合着双眼闭目养神 她的轮廓 好心惊刀雕刻一样 完美地不可思议 阴挺的健眉 挺直的鼻梁 气线分明的薄唇 张扬的脸蛋 看起来那么的放荡不羁 可是 就算是这么安静的她 就简单地坐在那儿 什么都没有做 就能让人感觉到 深深的压迫感 空气啊 安静的可怕 有点活见鬼的感觉 夏末莫名地有点慌 就像是五年前 醒来的那个早上 胸口堵得晃 RK酒吧门口 先生 您到了先生 是温柔甜美的女生 嗯 慕涵宇缓缓地睁开眼 她是睡着了吗 真是不可思议 她的眼角闪过一丝丝差异 真的睡着了 慕涵宇 慕是集团大少爷 气质不凡 家世不凡 在B市 也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的人物 她是个天生的经营奇才 小小年纪啊 就接管了慕市 接管后 集团扩张迅速 经营的领域 更是扩展到了 娱乐金融房产影业 但她至今单身 是无数名媛淑女 爱慕的对象 在B市 她就像是传奇一样的存在 但有一件事情 一直困扰着她 那就是 她一直失眠 看过了很多知名的医生 依然如此 没有安眠药 能让她稍作休息 但 也是很难入睡的 她记得 睡得最熟的一次 那已经是五年前了 五年前的那个夜晚 她被人下了超强春药 就在她忍得血脉喷张的时候 进来了一个女孩 她跟女孩一夜沉沦 她是那样的青涩 那样的细腻 那样的紧致 她忍不住要了她一次又一次 那一晚 她睡得特别的瘦 连身旁的女孩离开 她都没有发觉 进来的时候 身边已经没有了女孩的身影 也许 上次是药物的原因 也许 是太劳累了 这一次是为何 平常司机开着豪车 载她 她也没有睡着过 今天 她居然 在出租车上睡着了 穆罕宇 不可思议地 扫了一眼面前的女人 她笑起来 两个小小的酒窝 白皙的脸蛋上 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 像一望清澈的湖水 看起来清新美丽 但穆罕宇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见过 在这一堆 要爬上她床的淑女名媛里 真算不上是多漂亮 难道 是因为这音乐 您睡得很熟 工作忙 也要注意身体 夏末扬起的唇角 是灿烂的笑 穆罕宇 没有回复她 开门下车 动作行云流水 优雅绝伦 一看 就是个贵族 穆罕宇 还有急事 静止离去了 心里隐隐约约地觉得 那眼睛 是不是哪里见过 爸爸 小糯米 静坐了起来 她刚迷迷糊糊 睁开眼的时候 朦朦胧胧地 看到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 像极了她心目当中的 爸爸 那身影高大挺拔 带着与生俱来的贵气 夏末听着小糯米的叫声 看着远去的 线长背影愣针 心顿痛了一下 五年前 拦掉酒吧 爱姐 你可真厉害 你考上的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大学 我爸妈可高兴了 特别是爸爸 开心得恨不得拿个喇叭 跟邻居们炫耀 你可真给他们长脸 夏姨勾了勾唇脚 柔眉的脸上扯着一抹笑 小姨 这里太吵了 我们回去吧 夏姨拧眉 这里实在是太吵了 夏姨说为了庆祝她考上大学 非得叫上她一堆朋友过来酒吧玩 姐 你难得出来酒吧 就玩一会儿 夏姨拉着夏末在位置上坐了下来 还有这个酒 是他们这里的招牌酒 甜甜的 可好喝了 我 我不会喝酒 夏姨连忙摆手拒绝 她确实从来没有喝过酒 姐 这个酒度数不高 不会醉的 你不要太扫心了 就是就是啊 没事的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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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点 其他的人也一起附和着 夏姨实在不好扫大家的信 就接过酒一口给喝了下去 确实 是甜甜的 挺好喝 妹妹的朋友又敬了她一杯又一杯 几杯下肚 她头晕得难受 夏 夏姨 我们回去吧 夏末头晕目眩 你这样子回去 我妈会骂死你了 我朋友说在楼上开了房间 她现在还不上去 你自己上去休息一会儿 夏姨挑眉 眼角滑过一丝笑意 呃 好吧 夏末皱着眉 有点犹豫 但一想到 舅妈看到她这样子 劈头盖脸 骂她一顿算是轻的 赶得出家门 都是有可能的 诶 我送你上去 夏姨迫不及待地 拉住夏末往电梯方向走 夏末根本顾不上思考 酒精让她的脑袋里一片的浆糊 此时的她任由下一拉着 迷迷糊糊地往前走着 一到房间 夏末就被扔到了床上 她是真难受 浑身无力 喂 你快到了吗 我姐在1201房 你快点 记得拍照 正像叔父睡一觉的夏末 迷迷糊糊地听到了夏姨的声音 她惊得清醒了那么一点点 她用尽全力爬了起来 她到现在都有点不相信 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但不管是不是听错 她能想到的就是赶紧跑 那酒虽然甜甜的 但是后劲好像很大 口干舌燥的 脑袋跟断了片一样 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 一点力气都没有 夏末强撑着身体 摇摇晃晃地往外跑 拐进楼梯的时候 她忽然听到一个粗暴的男生 人哪 哪里去了 吓得夏末慌忙往楼梯上爬去 她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她感觉后面好像有人追过来 她使出所有的力气爬了起来 扶着墙艰难地往前移动 突然 跌进了一扇门里 残存的意识 让她马上关上了门 她后背靠着门 大口地喘着气 有人吗 喝水 水 我要喝水 夏末晃了晃头 呢喃着往前走着 她口干舌燥的 她要喝水 房间没有开灯 黑乎乎的 脚忽然一扭 身子往前摔了下去 我要喝水 夏末的头浑浑沉沉地厉害 是什么冰冰冰凉凉凉的东西 真舒服 水 声音冷冽阴沉 黑暗中 夏末好像看到一双 鹰一样的眼睛 水 嗯 我要喝水 我的口 好渴 好渴 夏末的意识 激进模糊 只是刚刚冰冰凉凉的感觉 太舒服了 她忍不住 男人也感受到了女孩身上的异常 热 我难受 救我 夏末的意识越发地模糊 她好难受 有好多虫子在咬她 有人要害她 好像 还是她的妹妹 救我 我要喝水 夏末重复地呢喃 手也不自觉地摸起下面冰冰凉凉的东西 这是什么玩意儿 夏末不知道自己摔在了哪里 下面 好像是个人 她努力地想要睁开自己的眼睛 可是整个房间黑乎乎的 她根本看不清楚 意识越来越模糊 她很想爬起来 可是又没有力气 手撑了一下 然后又一次地摔了下去 男人紧紧抿着唇 好像一直在隐忍着什么 在那一瞬间 爆发了出来 天亮了 阳光透过窗帘 洒下了一丝丝光 夏末缓缓地睁开眼睛 她的全身酸痛得不行 房间内弥漫着轻烈的气味 她迷茫地看向四周 这是一个大套房 遮掩着厚厚的窗帘 隐隐约约 能看到外面的太阳光 她好想动一动 可是 她的腰很酸 身体很痛 大脑似乎还打着颤 昨天的回忆 渐渐浮现在脑海里 她惊恐地掀开被褥 看了一下自己 干干净净 什么也没有 白皙的肌肤上 到处都是青紫一片 她跑出了虎穴 又进了狼窝 还是主动的 夏末欲哭无泪 她慌忙从床上 艰难起身 腰腿说不出的酸疼 真是痛得想落泪 顾不得那么多了 她强撑着身体 捡起地上凌乱的衣服 落荒而逃 她甚至 没敢回头 看身边的男人一眼 只记得 那冰凉柔软的唇 还有那双 鹰一样的眼睛 妈咪 那个 会是爸爸吗 小糯米 看着远去的背影 问夏末 稚嫩的声音 把她从记忆里 拉了回来 夏末舒展了一下 她皱着的眉头 转过头来 宠爱地 看着小糯米 妈妈呀 努力挣钱 争取买一辆自己的车 这样子呢 妈妈就可以天天开车 带你出去玩 就更加容易遇到爸爸了 对不对啊 夏末 微微一笑 揉了揉糯米的头 她能想象得出 小糯米 看到爸爸那欣喜若狂的样子 嗯 小糯米抬起头 眼睛一眨一眨的 很憧憬的样子 她真的很想和其他小朋友一样 有个爸爸 而刚才那个人 真的很像 嗯 如果找不到 就找刚才那个人做爸爸 好妈妈妈 那人看起来好帅 诺米 转了转眼溜溜的大眼睛说道 如果那人能当他爸爸 一定羡慕死其他的小朋友了 好好好 全听你的 好不好呀 夏末感觉有点好笑 但是也顺着诺米说 这么帅的人 怎么可能是他 关键 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清澈的眼眸里 闪过一丝无奈 夏末轻轻地亲了一下 诺米的额头 诺米乖 再睡一会儿 好吗 好的妈妈 诺米回亲了一下妈妈 挪了挪小身板 找了个舒适的姿势 眯上了眼睛 夏末看着乖巧的小诺米 心里暖暖的 启动车子 消失在无尽的黑夜里 第二天 清晨的阳光从窗户洒进来 罩在妈咪的脸上 妈咪的笑容 是那么的温暖 妈咪 你煮什么好香呀 诺米仰着头 期待地看着妈咪 眼溜溜的大眼睛 咕噜咕噜地转着 一副口水 都要流出来的样子 有你最爱的荷包蛋哦 恰目宠溺地 捏了捏小糯米 粉刃挺直的鼻梁 哇 妈咪最好了 么么哒 小糯米嘟囔起粉韧的小嘴巴 给夏末一个飞吻 一会儿呢 妈妈要去上班 中午回来给你煮好吃的 你在家里 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知道吗 夏末一手接过飞吻 一边夹了一块肉给小糯米 嗯 知道了 小糯米扬起唇角 露出甜甜的笑 妈妈一天捞得好几遍 她早就到背如流了 但还是乖巧地答应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